這要在水潮濕 水太多了 還沒有熟 就那麼甜 太多水了吧 這是果汁吧 手都濕了 把握機會 這個阿瑋自己也要吃 溫度水蜜桃量真的很少 我搶到五星節之前 趕快吃到它 OK 各位 今天 向各位恭喜一下 我們水蜜桃季開始囉 今天向各位介紹一下 大紀念 我們的山梨溫室水蜜桃 今天看到了囉 今天是來到吳玉跟六玉 這個是日川的白鳳桃 我們拿日本山梨縣是我們日本的農業重鎮 號稱水蜜桃的故鄉 來 顧名思義 日本水蜜桃很多款式都是從山梨出來的 山梨還有什麼呢 還有我們色香葡萄 看到水蜜桃 代表色香葡萄也出來了 來 準備囉 看一下喔 準備開箱 日本的山梨水蜜桃到底有多漂亮 哇 這個看到就很香 來 看一下喔 準備開 喔 這包裝還是很美喔 哇 這味道好香喔 吳玉的 真的很香耶 日本水蜜桃 來大家仔細看一下 好漂亮喔 就是那麼精美 之所以為日本水蜜桃一定是色香味俱全 來 分辨一下日本水蜜桃 哇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就是這麼的美 勾深 好勾深 相當的深 來這邊 細細的龍毛 這種桃子本身日本溫室出來的 溫室水蜜桃 溫室的栽種會比室外來的小一點 但是溫室的栽種啊 農民會更用心去細心的呵護去照顧水蜜桃 所以每一顆溫室的都相當相當的精緻 日本水蜜桃呢 吃軟 慢慢放它 常溫兩至三天 香氣一出來 很香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但是啊 我們今天一樣實測一下 看一下日本水蜜桃 這個時候能不能吃 來看一下 我道子準備好囉 農業重生的日本水蜜桃 哇 這個一定要看一下 來 準備看一下喔 放這邊 好 我們阿偉的習慣就是很喜歡這樣 直接這樣開下去 喔 今天恭喜拿到 哇 好多水 拿到第一批桃子的人 真的恭喜 哇 太多水了啦 哇 第一支了 看看看看 哇 日本桃 有沒有看到這個 好綿密的感覺 阿偉吃一口 第一支 第一支 這就是 夏天的味道啊 水蜜桃 來自 我們日本 農業大政 水蜜桃故鄉的 山寧水蜜桃 哇 再一口 哇 這個 把握機會 紅酒水果幫各位搶到 來自山寧縣的 溫水蜜桃 把握機會跟紅酒水果訂購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